哈喽大家好,我是赵地,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素不相识的一群人聚在一起 却不断有人离奇死亡的惊悚悬疑片致命ID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场肆虐的暴风雨将一座汽车旅馆与外界完全隔离 旅馆老板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 突然闯进来两个人 全身湿透的男子怀里抱着浑身是血的妻子 不停地说着快救救他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还要回到稍早的时候 夫妻二人开着车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公路上行驶着 眼镜哥下车查看 发现是一个高跟鞋扎破了轮胎 高跟鞋又是从何而来呢 时间还要再向前推进一点 一个失足女开着躺棚车急尺在公路上 准备抽根烟,可是打火机找不到了 想了想,打火机可能在行李箱里 随手就打开了箱子 火机没有找到 衣服则借着风势掉到了地上 失足女竟然也没有停车 连衣服都不要了 掉落的行李里面刚好就有一只高跟鞋 无奈的眼镜哥只好下车换上备胎 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给自己打伞的妻子倒地不省人事了 这是谁干的好事 也太狠了吧 赵氏汽车就停在前面不远处 他又是怎么撞上人的呢 原来赵氏车里坐着两个人 后排的女子是一个明星 前面是司机约翰 女明星的手机没电了 就要求约翰把背包里的备用电池拿出来 约翰一边开车一边翻包 一个不留神就撞上了眼镜哥的妻子 女明星要约翰赶紧走 但是约翰是个有担当的人 他就这么走了,女子必死无疑 约翰下车查看了女子的伤情 随即赶紧载着眼镜哥一家三口 来到了旅馆 也就出现了影片开头的一幕 旅馆老板拿起电话准备求救 谁知外面的大雨 致使通讯也中断了 老板告诉约翰 30公里外有家医院 约翰不敢耽误时间 卸下女明星的行李就直奔医院 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车辆熄火的狮族女 狮族女全身石头狼狈不堪 他告诉约翰 前方涨大水道路中断了 约翰就人心切 觉得兴许能冲过去呢 谁知车子在水中熄火了 想开也开不走了 此时远处的一对小情侣 开着车过来了 两人只好搭乘便车返回了旅馆 约翰查看了被撞女子的伤口 心想医院是去不了了 女子要是挺不过今晚 可怎么办呀 随即就决定帮女子缝合伤口 最起码能止住血呀 没一会旅馆门前又驶来一辆警车 也就是两个人 一个警察一个犯人 警察开了一间房 把犯人锁在了卫生间里 就这样 11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被迫聚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 汽车旅馆里 女明星的手机来了电话 信号时有时无 不得已 她披上浴巾 走出了房门 四处寻找信号稳定的地方 不成想 遭到了神秘人偷袭而亡 约翰在房间里面 似乎听到了动静 走到外面 发现地面上掉落的掉环 一路找到了洗衣房 没想到女明星惨死在了洗衣机里 他们在女明星身上 发现了10号房门的钥匙 10号客房正是警察的房间 警察立马感觉到不对劲 跑回房间时 犯人已经跑了 这样看来 最大的嫌疑自然就是犯人无疑了 大家乱成了一锅粥 人人自危 生怕不好的事情再次发生 警察和约翰则分头寻找犯人 结果一无所获 小情侣因为去留的问题 开始不停的吵架 女子赌气躲在了卫生间 只看到了一道黑影闪过 她的男友就莫名其妙倒在了地上 此时犯人逃出去 似乎是迷路了 又跑回了旅馆 正好被警察逮了个正着 约翰把犯人交给旅馆老板看管 自己则来到小情侣的房间 寻找证据 原来约翰以前也是一名警察 由于种种原因而辞职 约翰意外发现 男子手上有个带着9号房间的钥匙 会不会是按照倒数的顺序来杀人 正说着呢 约翰看到旅馆老板从其他房间里出来 手里还提着一个工具箱 就质问他 不好好看犯人 去哪瞎跑 等到众人走进犯人的房间时 犯人也意外死亡 这让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 警察认为是旅馆老板杀了犯人 并且在犯人身边发现了8号房间的钥匙 老板自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杀了人 说是从工具箱里摸出一串备用的钥匙 哪知一个钱包意外掉落在地上 约翰一看就知道这是女明星的钱包 心想该不会是老板杀了女明星 谋财害命吧 老板现在是有嘴说不清 逼不得已拿刀劫持了旁边的狮族女 嘴里不停地说 谁都别想嫁祸给她 双方僵持不下之时 狮族女突然一个后退 一下子压倒了老板 刚好碰到了一个冰柜 从冰柜里面发现了一具男尸 老板则趁机跑到外面的车上想逃跑 他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天空下着大雨 视线模糊 这时 眼镜哥的儿子在屋檐下站着 眼看汽车就要撞到小孩了 眼镜哥飞速冲了上去 儿子得救了 眼镜哥却倒下了 他们把老板绑了起来 老板为了解释自己并不是杀人犯 只好说出了全部的事实 原来他并不是旅馆老板 他是一个赌徒 冰柜里的男尸才是老板 输光前之后 来到了这家旅馆 却发现老板意外死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他干脆把老板的尸体藏了起来 可是警察并不相信他的话 还警告所有人都不能离开这里 没多久 被约翰撞伤的女人 还是没有能坚持住 随后在他的床头 发现了六号房的钥匙 大家一想 那七号房的钥匙在哪呢 随即 约翰和警察赶紧跑出去 他们要看看 钥匙是不是在眼镜哥的身上 果不其然 在他身上搜出了钥匙 约翰隐约感觉事情不妙 就让失足女 带着小孩和小情侣之一的女子 开车走 走得越远越好 留在这里只怕凶多吉少 失足女还没有坐上车呢 汽车就爆炸 炸死了小情侣的女子 这也太诡异了吧 然而更加离谱的事情 还在后头呢 所有被害者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 究竟是谁计划了这一切 旅馆老板回到办公室 查看了所有人的身份证 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每个人的生日 都是在同一天 失足女想开着警车溜走 却意外发现了车里的文件 原来现在的警察就是一个犯人 真正的警察已经被他们杀了 失足女想把这个重大发现 告诉约翰 谁知还没有找到约翰 却碰上了假警察 警察看到事情败露 就要杀了失足女 关键时刻 旅馆老板从后面偷袭了假警察 最后假警察开枪打死了老板 失足女落荒而逃 找到了约翰 约翰和假警察拿起手枪 互相射击 双双阵亡 最后只剩下了失足女 活着逃了出去 她隐居小镇 过起了田园生活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那只失足女 却在树下的土里面 发现了一号房的钥匙 心里一惊 一个黑影出现在她的面前 举起棍棒解决了她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眼镜哥的儿子 别看他人小不说话 其实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 一个小孩有那么高智商吗 其实这些都不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关于多重人格的话题 这11个人 是一个精神病人中的 11个分裂人格 医生要用善良勇敢的约翰 来消灭病人身体里 所有的邪恶人格 于是上面的故事就发生了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地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